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对 当时因为我不是在复习考研吗 然后就白天就在图书馆 图书馆闭馆我就往回家走的路上是遇到了这个情况 老人在马路的另一边 我是从那边走过去的 然后看见那边有人晕倒了 然后就想那肯定是要过去帮一下忙 要叫个120啥的 然后就过去 过去看以后 老人是一个处于没有意识的状态 然后他们家里的人应该是他的儿子吧 有一半生子在马路上 有一半生子在人行道上 然后他的家属还把他上半身 就是稍微扶起来了一些 那这样的体会肯定是不对的嘛 然后就给他说 那我们应该先把老人放平 然后就把他的头老人的头转向了一侧 就害怕他口腔鼻腔有分泌物 造成吸入性窒息 然后就把他的头偏向了一侧 把老人体位摆好以后 我摸了一下老人的颈动脉 然后老人颈动脉已经没有活动 然后看一下胸过的起伏 胸过也没有起伏 我就是没有自主呼吸了嘛 然后老人嘴唇是一个处于发干的状态 我自己判断是进行心肺复苏 120那边也给我提示的是 就是进行心肺复苏 就这时候我就判断就是需要进行 急救了嘛 从头到尾应该是大概做了 14个循环左右 先是按压了大概5个循环 按压了5个循环以后 我发现老人的口唇发干的状态有所缓解 他的口唇慢慢是变红润的一种状态 然后这时候又摸了一下老人的颈动脉 颈动脉的搏动是开始出现的 但是还是没有自主呼吸 又把这一状态就是给120那边反馈了 然后120那边提示我说是继续做心肺复苏 直到他们救护车来 然后就是一直做心肺复苏 对平时我们那个平时上去临床之前也就是也学过嘛 就专门的培训过 而在上临床的时候也 天下大学辅助医院那边也跟我们也 也就是进行了一些指导 当时就是 我从人群里走出来的时候 我就一直在想老人会不会缓过来